兄弟们不要眨眼啊 给大家看一个大宝贝 看到没有兄弟们 我们挖了很多的铜钉 身上有七个 然后箱子里边有44个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挖了很多的原石 因为马上就要搬家了嘛 所以原石是很不错的建筑材料 我们在挖矿之前呢 是第12天 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是24天了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12天的时间 收集了大量的铜钉 还有这个原石 雪月的话是32天对吧 现在是24天 还有雪月 还有管它呢 反正马上就要雪月了 所以我们决定要搬家了 雪月的话会有大量的怪物 来攻击我们的庇护所 我们这个小破屋肯定是挡不住的 所以我决定我们找一个风水宝地 然后在那边建一个长期居住的家 我们把所有的原石都拿上 然后看一下哪里适合建家 建家的话 我不希望离我们的庇护所太远啊 离我们现在这个庇护所不要太远 因为我们的出生点就在这附近 如果见到太远的话 我们后期可能找不到家 我们就在这附近见吧 而且我附近还是特别好的 这边有平原 有高山 然后也有树林 这个地方我觉得就不错 兄弟们 这个山顶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在这边建一个家 本来就是要打算建这个空中庇护所的 我觉得这边就挺好的 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一大片平原 是吧 然后呢 后边是一个高山地形 然后这边的食物也是特别丰富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黄花 还有向日葵 所以我决定我们就在这里建家了 我们拿出原石啊 拿出原石往外搭一点 空中庇护所嘛 一定要建在空中 搭五格吧 搭五格 然后我们围一个平台 最后呢 我们把这边的路给它隔断 我们用火板门做一个陷阱 这样的话僵尸是过不来的 好 我们说干就干 开始动工 不过我们现在的石头可能是有一丁点不够 哎 完了 哎 完了 不过没事 我们还可以回等 没有关系兄弟们 我们重来 这一次我们小心一点 OKOK兄弟们 这么大一个平台 我觉得够了吧 好 我们回家去搬家吧 我们家里边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啊 我觉得两次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家当都搬过来 然后前期我们睡觉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回那个庇护所 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家正在建造 但是它的防御系数是零 所以我们要回家 先来做一个箱子 然后我们把工作台带走 我们只要把这个同工作台带走就可以了 那个碎石工作台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带走工作台之后 我们要把最值钱的矿物先运过去 其实我们家里边的物资真的并不是很多 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些矿了 其他东西的话没什么用 先来放一个箱子 把所有的矿物都放进去 本来是准备拿这些铜矿 作为生装备的 但是看了很多同学的留言啊 难怪决定先来做一个铜针 因为我们要可持续发展 这个装备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如果有了铜针的话 就可以来修理我们的武器 从而节省大量的矿物 我觉得这样是不错的 然后工作台的话我们放在这边 好 回去继续搬家 再来搬一次的话 我们这个家就搬完了 这个筛子的话 现在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用 但是还是带走吧 毕竟是我们的资产对吧 然后熔炉 熔炉一定要带走 最后呢 我们再来把两个箱子带走 这样的话就彻底告别了 我们这个老旧的庇护所 我们要去新家了 不过 我们的家还没有封顶啊 睡觉的话 还需要来这个庇护所里边睡 先把东西带过去 工作台还有筛子 我们放在这里 箱子放在这边 熔炉放在那边 反正我们现在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们分解一些木板 做一些火板门 我们要在我们的房屋入口 做一个火板门陷阱 不过呢 现在天快黑了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回家睡一晚 然后明天我们继续来 见我们的新家 好的 兄弟们 天亮了 哎 小白 哎呦 小心小心 兄弟们 现在小白 如果给我爆头来一件的话 我们就没了 一定要小心一点 天马上就要亮了 然后把他们都烫死了 哎 他们已经被烫了 不过这个小白 哎 等会等会 射哪了 我们射进来 给你一件 好的 还收获了一点经验 还有一骨头 不错 好吧 我们去继续建造新家 先不急啊 兄弟们 我们先来做一个铜针 然后呢 我们再把入口的方块 给它拆掉 这边也需要再挖掉 OK 挖掉之后呢 我们放上火板门 放在这里 然后这边 我们跳过去 跳过去 这边再放一个 这样的话 只有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打下去 这样僵尸是过不来的 小白的话 那我们只要建造好围墙 小白也是受不到我们的 哎 兄弟们 特别不错 我们下一期 就要把这个庇护所 全部都整好了 因为呢 马上就要学悦了 学悦之前 庇护所一定要弄好 你 可以 大 你 creo 你 好像 你 来